记者正影响台北报道 彭佳慧登上纽约时代广大荧幕 普索尼音乐提供歌后 彭佳慧以大获好的首张课语专辑 我在客厅做的梦 一口气入围 借金曲奖最佳课语歌手 最佳课语专辑和最佳度专辑三项大奖 近日更成为国际数位串流平 SpotifyEco歌单的封面人物 登上纽约时代广场近25层楼高 1081方公尺的巨型LED荧幕 演艺事业再次攀升至新高 这份歌单是为了女性发声 争取平权而制作的单 网络各国优秀的女性音乐人所演唱的歌曲 每月邀请一位女性音乐人担任封面人物宣扬 全理念 彭佳慧登上纽约时代广场大荧幕 图索音乐提供彭佳慧对于 自己能够登上纽约时代 场大荧幕感到非常不可思议 表示纽约是全市最时髦流行的城市之一 也是许多人向往到达地方 看到自己的照片出现在时代广场看板上 得很光荣 突然觉得当歌手这个身份是非常荣的事情 此外 彭佳慧近期也受邀参加音乐真人实境秀 节目声声不息宝岛记 前往金门海岸进行录制 不仅演唱他的经典歌曲《旧梦》 更与潘岳云合唱《飘扬过海来看你》 两位歌后温婉深情的嗓音完美融合在一起 加上壮丽的海景作为背景 让观众们纷纷陶醉其中 不禁赞叹 两人声音的搭配简直是天花板之作 这次登上纽约时代广场唤起 彭佳慧对纽约的美好回忆 以前在酒吧助唱时 唱过许多夕阳歌曲 当时非常喜欢惠妮休斯顿 所以到纽约的时候还特别到黑人去漫步 欣赏涂鸦等等 除此之外 他特别到过百老汇Broadway关《狮子王》 《悲惨世界》 歌剧《魅影》等音乐剧 纽约对他说是一个人文粹 充满特别回忆的地方 而最他印象深刻的是 首次到纽约的情景 回忆当时还是歌坛新人 从地铁站走上来进入时代广场 看板上出现的人物 是他非常欣赏的美国钢琴 Jim Brickman 如今却换成自己的照片在上面 让他感动直呼 不可思议 我会感动直呼 我会感动直呼 我会感动直呼